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请节目主持人 孔雷 谢谢大家 谢谢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津卫视菲尼莫属 十周年及春节的特别节目 没错 我们十年了 找工作上五八同城 现在上五八同城新冻结 及新有所属卡迎新年福利 欢迎通过五八同城和感激网 报名参加本节目 十年 我从一个青年 直接进入到了中年 头上白头发也越来越多了 但说句实在话 一个节目做十年 真的不容易 要感谢所有人的支持 在过去的2019年 有很多值得我们回忆 很多企业越做越大 甚至有些已经上市了 我们也增加了很多新的板块 涉及到了社会的各个年龄阶层 有银发族 有工作高手 有中国式求职等等等等 在2020年 我们也会再接再厉 推出更多的板块 尤其是有很多老板们 会直接参与的板块 大家期待吧 期待 所以我们希望菲尼莫属越来越好 也希望参与菲尼莫属的朋友们 越来越多 更希望来到菲尼莫属的求职者 都有一份好的归宿 谢谢大家 那今天呢 一片火红的景象 同时呢也来了一些老朋友 他比我还早来到这个节目 最老的嘉宾之一 来 徐怀哲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解决的许怀哲 从这个节目的第一期 我记得当时我应该就是坐在这个区域 解决的CEO许怀哲 欢迎你 到现在这个节目已经十年了 我们同时上台的很多的老板 可能公司都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 二个公司又好起来了 所以不管怎么样 菲尼莫属还在 我希望大家都和菲尼莫属一样 我们永远期待着更好的明天 谢谢 掌声欢迎合马 第一期许怀哲站在台上 我呢跟观众一样坐在台下 因为脸太长 导演组不信任我 先让我观摩一期 真事啊 真事 观摩一期 看别的老板怎么说话 然后我才能上台 今天这个12位嘉宾那头有 波士堂的成员旅游 比我更专业的 但是我就真的是想笑 我们来看一下站姿 应该是女士站在那是前后腿 应该是前后 没有前后腿 什么叫前后腿 双腿 双腿 这样站怎么样 可以吗 拜托 我是个面试官 对啊 正如怀哲说的一样 很多企业崛起了腾飞了 也有一些企业消失在了人海之中 那么在《非你莫属》上 我很特殊 我既做过观众 又做过BOSS 我还做过求职者 你还做过贱人 对 怎么回事 推贱人 推贱人 而我在《非你莫属》上 做过了所有的位置 那么人生怎么过都是一辈子 最爽的是 把所有的角色都尝试一遍 谢谢大家 谢谢 其实环顾中国的电视界 能做过10年的节目 非常之少 你数的指头都算得出来 所以要感谢每一位嘉宾 在节目当中的倾心奉献 我们更要感谢 守着电视看的那些观众朋友们 他们就是纯粹的因为喜欢 就像每次来的观众朋友们是一样的 其实说起这些话来 其实是有一些感伤的 因为很多人10年前可能还高中生呢 有多少人跑这节目上来说 我看你这节目的时候我才初三呢 但是在感伤之外 我们又很满足 因为我们做到了10年 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 所有支持我们的人 好 那么往年我们只要是特别节目 对吧 这个喜欢出风头的老板 都是要表演节目 以前觉得不咋地 但自从节目一年一年的往后顺延 我才会发现 怀哲 惠普 当年表演的节目多么精湛 因为我们的节目是越来越差 好